好剧不怕碗热记我来看,欢迎来到嘟嘟看剧 今天给大家看一部极具讽刺意义的动画《完美制造机》 故事开始,一位非常肥胖的胖女人走进了镜子店 在确认了目的地后,胖女人随即卸掉了自己的伪装 明显,她很害怕大家看到自己的胖模样 而老板也明白这些,于是立即推荐了一款瘦身抹镜 这下可好,真的把胖女人照得瘦了一些 可胖女人还是不满意,不得已,老板又拿出一块瘦身魔镜 这次让胖女人显得又高又瘦,可即使如此,胖女人还是不满足 唉,难道女人一定要变瘦,一定要追求魔鬼身材 卑鄙无奈,老板也拿出了镇店起宝,绝世魔镜 就这样,当胖女人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整个人顿时惊呆了 因为镜子里的自己高挑,性感,迷人 简直就是女人的完美形态 不出意外,胖女人直接买下了这块磨镜 回到家后,胖女人整个都沉浸在磨镜里 并且不停炫耀自己的好身材 可当她触碰磨镜时,却被一股脑的吸了进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胖女人终于感觉害怕了 于是又费心尽力地钻出来 但紧接着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胖女人竟然真的变成了完美女人 等胖女人意识到这一切后,整个人也是兴奋异常 于是就打算穿上衣服,以此显示自己的好身材 可衣柜里的衣服都是以前的 而且还无比的肥胖臃肿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磨镜的功能 于是一股脑地将所有衣服都塞进了磨镜 就这样,只是几秒钟的功夫 磨镜就吐出了非常完美的新衣服 可胖女人还是不满足 于是就把家里的其他东西都塞进了磨镜 甚至就连那条小狗都不例外 果不其然,在这样的互换中 胖女人的房子直接变成了豪宅 有了这些经历,胖女人把婚纱照丢了进去 就在胖女人沉浸在完美的世界中时 丈夫下班回来了,并且公然带回了小三 这一幕让胖女人非常生气 于是就质问丈夫,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小三根本不废话 随即就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就在胖女人愣神之际 丈夫和小三竟然直接走进了卧室 这一幕被胖女人看在眼里 整个人顿时暴怒不已 于是就冲进卧室和丈夫撕打起来 可一个不小心,丈夫竟然被狗狗撞进了墨镜里 看此情景,小三就准备溜走 可胖女人怎么会放过她呢 于是也把她扔进了墨镜里 影片最后,丈夫和胖女人变回了原本模样 从此过起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看完电影希望大家明白 一定不要过分地追求魔鬼身材 更不要毫无节制地进行减肥 不然到头来一定会自食苦果 好了,又到了给电影打分的时间了 一到十分,你会打多少分呢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是嘟嘟,我们明天见